每天淹水就是台南必定的淹水区域的燕空昆山里 因为几米大户水侵最关是来到20公斤 店家和民众家里都淹水 这道路也根本没法通行 减方是为期了警戒刷请民众改得 英国区因为收到大离乎 这次落了超大号楼 最新昆山里带的昆大楼、大楼、昆大楼、昆华楼 顶21个所在淹水 昆山里顶里中心最后的顺序 淹水的楼团并且基础 本来三点落了大楼 以来淹水最关到20公分 警方会马上红楼禁止通行 我们到两点过的楼、雷公寺 大楼就落到三点落还是淹 所以说我跟我们团队的人 就是在外团中心在台湾 因为三天本来没有什么车软出局 没有什么车应 但是他说我们也在纸丸 我们工作也在配合那里 所以说这个水是因为没带 而且水一直都落不停 水也没拿大楼都没人买了 所以说如果较近 我们農累的15、14 所以白色也没那么快 做先昆山里淹水 这楼淹水就会比较严重了 昆山里淹水差不多三十几公分吧 对 三点过三点过后 向上落大楼就昆山了 不用说了 因为人家落这楼太大了 你落这一张鱼也没那么多 对啊 在英空区英台楼顶25楼 全林区有民团6个顶3楼 风景楼段有全林区中楼桶 北架桶顶 在最后逛逛 英空也已经开除保温关节楼段 不可减化让他开车外出的民众 要注意关节楼段到行车安全 而且肖建伟成家是英空区才能不得